更加疑点重重。孙安佐寄宿家庭被爆哄妈是狠角色。刷卡买子弹敌英子子自爆,他不可能不知情。 孙安佐事件居然又有新的突破。一开始孙安佐声称没有买枪,只有子弹,但是现在警方却发现了他撕藏了手枪和1600发子弹。 警长更说美国拥有枪支及子弹是合法没有错,但是他才18岁就可以上网买大量子弹及手自足手枪,我们当然认为他扫射校园几率甚大,我依然认为我们阻止了一场灾难。 根据ET Today新光云报道,狄英与孙鹏已赴媚见到了孙安佐,一碰面时狄英立刻激动痛哭,为了救出儿子他们请来了一位资深律师,据悉这位律师已帮上千名青少年脱罪过。 警方受访透露一开始找不到枪支及子弹,是因为寄宿家庭一收获通报后,女主人把枪跟子弹装带航到别处去,是现在调查才发现的心悟症。 据调查孙安佐的哄妈是一位律师,但是却住在低收入户区,警长都不结以她的家庭背景,怎么会住在这里? 更质疑她的哄妈可能是职业性盈利组织,该寄宿家庭还有照顾其他的学生,即由收留国外交换生来赚钱。 购买大量武器狄英怎么不知情? 外界质疑狄英虫子给许多金元,狄英姐姐迪美表示,在美国几乎不用现金,安佐只要上网买东西,他爸妈都会知道,怎么会不合法。 透露孙安佐买任何东西都有证据,怎会不合法? 对此迪美澄清,安佐的寄宿家庭是在高级住宅区,很贵的,他读的是天主教学校,距离住处才五分钟,跟贫民区划分得十分清楚。 否认孙安佐居住在混乱贫民地区,且父母都有飞往美国视察过,寄宿妈妈不简单。 让警方觉得诡异的是,孙安佐的红妈是一位非洲裔名叫希伯特,身为律师的他明知孙安佐有藏枪及子弹,且涉嫌恐吓罪名,但却帮忙藏一军火武器。 警方觉得这不是一位律师会做出来的事情,虽然希伯特目前没有被逮捕,也发表了声明,但警方觉得疑点重重,案情不单纯。 着手调查后发现孙安佐寄宿家庭的地区,是连警长都摇头的麻烦地区,甚至被警察形容根本超级鸟。 警长齐武德至于希伯特没有尽到寄宿家庭的义务,甚至放任孙安佐囤积大量枪械,好奇当初究竟是谁前线,让孙安佐住到这个困乱的地区,而孙安佐目前已被搜出了大量子弹及枪械,立枪支架,脚手工具,可以说年轻18岁但火力囤积惊人,也让警长直言。 虽然孙安佐不是美国公民,却能短时间内搜集到这么多武器,我们干嘛关心他?当然,他18岁。 他真的有问题。